大家好,我们今天回答一些会员提出的问题 我有抑郁症,焦虑症状17岁 现在服用你们的心仪 还可以吃服用你们的花期生焦囊吗? 这里面讲了三个事 一个是有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个症状 那么抑郁症的症状 无论是从中医来讲和西医来讲 它都有不同的分型 不同的能量的和生物化学的 以及社会心理的特征 所以每个人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服用心仪胶囊 应该来说对它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它里面主要是抗氧化剂 补充的B6 新生物素以及西 那么这些营养素 在各种各样的生物化学不平衡里面 都是有用的 所以应该是有帮助的 我们讲思维健康 这个心仪胶囊里面主要是一些营养素 那是一个生物化学的一种补充 那么花旗参 它实际上是一个生物能量的补充 花旗参从能量角度来说 它的性比较偏凉一点 味道有点甜 那么它的身体来讲 它有点清热的作用 特别是那种虚热 阴虚以后火旺那种虚热 它还有点身经止渴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些除了滋阴 还有点补气的作用 那么它对肝肾都有好处 对痞也有帮助 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的补品 那是这能量角度来讲 如果你这个抑郁症的人 容易疲劳 容易焦虑 是吧 这个有虚热 这个西洋身应该对你是有帮助的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从这个现代艺术的研究来讲 西洋身它能够帮助我们抗压的能力 那么特别是帮助调节我们下丘脑 垂体和肾上腺之间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 有抗压的作用 那么其实呢 心一胶囊的主要作用呢 也是提高免疫力 增加对心理压力的抵抗 那么这个呢 西洋身呢 也有同样的作用 总之吧 你可以试一试 应该没有什么坏处 好 下面还有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是 怎么样检测假计划不足 这个假计划不足啊 是一个挺常见的假计划障碍 对不熟悉假计划是什么意思的朋友呢 可以参与我们以前的视频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分子 把一个假计 贡献给另外一个分子 这样一个过程叫假计划 那么这个过程很重要 因为它牵扯到我们DNA的这个修复 肤质和调节 那也牵扯到我们大脑的神经地质的产生 和肝脏的解毒 所以呢 它很重要 但是呢 有一些先天的 加上环境的因素 造成的假计划不平衡 有的不足 有的过度 那么我们怎么检测呢 是吧 在美国呢 我们可以做两样事情 一个呢 做这个假计划循环的检测 看它这个SAM和SAH之间的比例 如果是比例低于6的话 可能就有假计划不足的情况 如果假计划过度呢 这个检测呢 就测不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全血的组织胺的水平 来判断 因为这个组织胺是靠假计划来代谢的 换句话说 假计划不足 组织胺水平就会比较高 假计划过度 组织胺水平比较低 虽然我们在美国这个临床标准呢 范围很大 12到120 我们实际上要求 我们实际上要求它在40到70这样一个理想范围之类 那么如果是低于40的话 是假计划过度 如果是高于70呢 就是假计划不足 那么最重要的呢 还是要根据它的临床的表现来判断 因为假计划不足的人 他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的 所以呢 他养成了一定的性格上的特征 比如说完美主义 增强好胜 是吧 固执 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然后有一些强迫行为 容易呢 有这个季节性的过敏 容易头疼 如果女性呢 容易发展成很挑食 在出现的这个压力啊 或者其他情况下呢 会容易产生抑郁症 强迫症 对另外一组人呢 像这个老年痴呆啊 自闭症啊 这些呢 都跟假计划不足有关系啊 所以做这方面的检测 它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说 这个对红肉的研究里面 有没有对肉畜 饲料进行过 关联性研究 如果肉畜 肉情都在用 转基因穀物做饲料 包括本该放养吃草的牛 却圈养吃穀物 那么会不会这个原因 造成人类癌症 越来越普遍呢 这个视频呢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啊 关于这个红肉 和癌症的关系啊 里面谈过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的确 这个吃这个穀物的啊 在这个工厂里饲养的 和在大自然里面啊 自由生长的啊 吃草的这个动物啊 它们的肉啊 在它们的营养方面 是有很大区别的 是吧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介绍过啊 特别是它们 在健康脂肪的含量方面 有很大的区别 那当然了 如果是个肉 再加上用抗生素啊 激素啊 等等的话 这些吃穀物啊 饲养的这些动物肉呢 那么它的健康问题 就更多一些 如果这个牛都是饲养的啊 吃的是转基因的穀物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这方面资料 说转基因穀物本身 会造成肿瘤的发生 它跟正常的穀物一样 它只是造成了它的脂肪酸含量 可能不太一样啊 营养的价值不一样 这个转基因这件事情 到底对这个动物的肉 导致人类的癌症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啊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 麻烦你跟我们分享 好 我们下个朋友问的问题是 请问杨医生 定量老电图在美国很普遍吗 以其结果为导向的分析治疗 有任何副作用吗 需要操作者有什么样的培训和能力 需要神经科医生来操作吗 在加拿大医院 很少有神经科医生能做 在较小的心理诊所 倒是有人在做 您觉得可靠吗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也回答一下 定量老电图在美国做的 也不是那么普遍 因为呢 绝大部分美国的医生 他不太在意你老电图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精神科的医生 神经内科医生用老电图 主要用来诊断癫线 他不是用来诊断其他问题 那么定量老电图呢 只是在一些这个 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比较重视的诊所里面使用 包括我们自己的诊所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定量老电图 对我们认识和理解病人的症状和行为 很有关系 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使用它 那么根据这个定量老电图的结果呢 设计出来的神经反馈治疗呢 就比较有效 我们这个大脑啊 实际上是很有能力改变自己的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照过镜子 所以呢 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 所以我老开玩笑说啊 如果我们 大家从来一辈子没照过镜子的话 很难想象我们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呢 你如果一旦给他照镜子的机会 他就能够自我改变 所以神经反馈实际上是这样一个 治疗的方法 我们既可以把它和一个电视节目联起来 来起到反馈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呢 把它和一个游戏联系起来 这些呢 都能够给大脑产生反馈 你就能够看到大脑非常努力的 在改变自己 在这个比赛的游戏的过程中 它就越来越表现得好 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 电影屏幕清晰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这些都是神经反馈训练的结果 因为它并没有给你大脑 做任何介入性的治疗 都是大脑本身在自我进行调整 所以非常安全 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操作起来呢 只要是经过训练的技术人员 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可以操作 它不需要医生亲自去操作 老电图导向的神经反馈治疗 需要多久才能够完全恢复呢 治疗的次数越频繁恢复的一块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大脑它是需要训练 所以这取决于它自身的状况 所以呢 它这个需要多久能够恢复呢 这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呢 大部分研究发现呢 如果是个多冬症的孩子 你给他做40到60次的治疗 你会发现呢 他有很大的改善 这个治疗频率啊 你可以一个礼拜做两次 你也可以一天做两次 训练的越频繁 那么它当然改变的就越快一点 是有这么个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什么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不能心急 我一天做上个四五次 也没有必要 就像运动一样 是吧 运动啊 它也是个积累 你一个礼拜运动三天 五天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我一天要运动很多次啊 想把这个身体一下子搞好 这也是操之过急啊 时间呢 是个很重要的康复因素 还有一位朋友说 康医药 停药的问题 药物带来性欲的影响 意思不是说 它的肾上线乱了吗 那调整饮食条理肾上线 不是可以好了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 这个抗医药啊 它会造成人们对性欲的不敏感 或者是感觉不灵敏 那么从而呢 对这方面产生减低的作用 它倒不是对肾上线的影响 这个性激素啊 它主要是卵巢啊 睾丸啊 是吧 这些性线分泌出来的 它不是肾上线的功能啊 肾上线呢 主要是分泌糖皮质激素 抗压的啊 盐皮质激素啊 调节我们水液代谢的 所以呢 跟它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调理肾上线呢 当然对身体有好处啊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持续的使用药物的话 性欲方面的副作用呢 可能会继续存在啊 还有会员啊 问到这个转法轮 是不是和法轮功有关 那么你如果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呢 算是你很有幸啊 很有缘 能看到这样一本很重要的书 因为呢 它是我们现代人类啊 学习怎么样啊 修行我们的灵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啊 当然了 这本书呢 不是给人教知识的 它实际上呢 是启迪人的灵魂 教导人们怎么样去修行的 就像一本教导你怎么游泳的书 你看了以后你不游泳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它是一本修行的书 所以呢 一般来说 修行的人呢 每天都要读这本书 来指导他的修行 他可以说是法轮功修行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在哪里可以买到没有重金属污染的海带呢 很难我们自己去找 可能你要去到这些好的胡服的商店啊 或者到亚马逊上去买那些有机的 是吧 无污染的这样的海带 应该是有卖的 没有污染的地方 出产的海带就应该没有问题 有朋友问本分啊 是不是有抗新冠的作用 大家可能还记得很早以前呢 这个我们大陆有一位医生啊 他用这个吸食后的本分去注射啊 那么治疗这个新冠啊 说这个本分里面的某些这个 这个生物化学结构啊 和和新冠病毒啊 有类似的地方 但是呢 除了一些个案以外 没有办法证实啊 那么也有些医生在西方呢 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研究 我一直想采访他们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如果大家有亲身经历的话 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位网友问 17岁的青少年 有抑郁症加焦虑症 可以给他吃NMN吗 要是吃的话 剂量多少 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这个问题这样的 NMN呢 是我们人体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 刺激我们身体 自我修复的营养素 因为我们身体细胞 各个地方都存在着一个 修复的问题 那么包括神经细胞在内 所以呢 自然有人会想到 它会不会对抑郁症有作用 2020年呢 有一篇文章 研究了这个 用这个NMN 看看它对小老鼠的 类似抑郁的这样的行为 有什么样的影响 发现呢 它还是有改善的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体研究 所以你如果想尝试一下的话 也没有什么害处 它实际上是维生素B3的 一个衍生物 那么对于甲基化过度的朋友呢 我们通常都给他们补充维生素B3 另外呢 大剂量的这个Nizamide 也是这个B3的衍生物 大剂量是有抗精神病性症状的作用 林先生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任何东西过多过少 对人都有好处和坏处 这是阴阳的作用 如何判断身体需求呢 把脉能够决定吗 我想不太可能 西医检测能告诉你当下的需要吗 也不能 只有利用肌肉测试 可以知道每个人当下 对各种药物食品的需要量 这里面呢 就讲了一个人体 对任何东西的需要 这的确是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多了少了都不好 是吧 人体的这个需要的是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它的多样化和适量很重要 那么是不是除了把脉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其实把脉只是中医评估 人体的能量平衡的一个方法 脉诊啊 失诊 但很重要的是个问诊 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诊 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能量的平衡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么西医检测呢 它也检测一些生物化学指标 是吧 它也很难告诉你 你什么东西需要多少 现在呢 我们的检测呢 越来越精细一些 比如说 对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氨基酸 脂肪酸 是吧 维生素 微量元素 你缺多少 推荐量 但是这种推荐呢 通常都是根据一个整体的指标来判断的 也不是很个体化的 的确不容易 这个肌肉检测啊 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肌肉检测实际上就通过我们肌肉力量的变化 那么来判断一些事情 那么我用它呢 是把它作为一种生物反馈来利用的 就像一个人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 说一句话的时候 感受一种情绪的时候啊 它会有个生理反应 这个生理反应呢 可以表现在呼吸 体温 心率 脉搏上 对吧 这就是测谎仪的功能 是吧 测谎仪其实不测谎 它只测对你讲的内容的一个 生理上的 情绪上的反应 那么我用这个肌肉检测呢 作为我们精神能量疗法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 生物反馈 只不过我不用那些 麻烦的仪器 只不过用肌肉的力量变化 来判断 但是也有人呢 用它来判断 一个药对你好不好 吃多少 好 那么它通过这个肌肉力量的变化 来判断 那么这个我就没有经验了 从理论上呢 我也不太理解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呢 我也不评价这种方法好不好 的确有这样的现象 有的病人拿上两瓶不同的中药 一个中药 它这个肌肉的力量很强 另外一种中药 它的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 比较强的呢 说明是它身体比较需要的 理论上怎么解释 这个呢 有待于探讨 我用的非常的少 绿茶生长的时候 农药问题没有办法避免 是否可以用绿茶的提取物更保险呢 绿茶的提取物 不一定就安全 因为取决于绿茶的质量 是吧 所以呢 不在于它是不是提取物 而在于这个绿茶的原料 它是不是干净 是不是有机的 那么我想呢 你买到有机的绿茶 和有机的绿茶提取物呢 我想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呢 有的绿茶提取物 它已经提取出 它其中的某个化学成分 理论上讲 它已经不是绿茶的提取物了 它是从绿茶里面 提取出来的一个新的化学成分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这里讲的呢 应该说是绿茶的浓缩品 好 关于这个会员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呢 先答复到这里 以后呢 我们有机会呢 继续给我们的会员回答问题 谢谢大家